上个月发过一个视频 我购买了银行的所谓开放式理财产品 但没想到回看却是封闭的 封闭期长达两年多 不慎掉入了理财陷阱 与银行客服沟通未果 这个事儿我还是后来继续争取了一下 并有了新的后续 上次发了一个视频 好多人给了我建议在评论区里边 然后我挑出了几个非常有用的 有价值的信息评论 写了申诉书 然后马上递交给 这个银监会信访局 上个视频说过 12378银行保险投诉热线 很难打通 但是在我的不懈努力下 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 您的这个投诉 咱们这边给您登记下来了先生 然后这边的话是七个工作人类 将您的投诉转到中国银保监会 如果您认为这个机构有违规情况的话 可以向中国银保监会 递交书面的举报材料 书面的举报材料分为两类 一个是说明文字啊 银行卡 复印件啊 和证据的截图等等 还有音像材料呢 必须要用刻光盘的形式 现在谁还用光区和光盘呢 不过我还是准备好了 我到了这是银监会的大门了 哇这块好期盼 是不是从这进去呢 信访办 不是从这个大门进去 要丢边 到西边 这门口还有一个人也在准备材料呢 哦这个门 您好这是信访吗 把我身份证要走了 做登记 做完登记后 有一个男工作人员接待了我 一分钱都没回不来啊 他就是一个长期 说白就是一长期封闭理财 他但是他写的是开放式 这是不是就有点混淆事听 有点不调缺 不是我的意思是 您买的这个理财产品 就是说是 就不可能一分钱回不来啊 K本又亏不到那么多啊 不是他不是说回不来 他没到这个日子 这你让不是来什么 对对对 我认为你足足失败了 不是不是 现在啥也查不到 就查一个降位机部 问他什么都没有 产品下限了 你说对吧 真是 你材料给我的吗 你留个你的联系方式 几分钟就完事了 我已经把材料交上去了 要等60个工作日 他们回复 银行的理财经理 第二天就跟我联系了 让我看到了一些希望 他们这个理财经理啊 刚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啊 现在态度明显比我打这个官方客服要好一些了 是想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然后汇报了一下他们的领导啊 等下午的时候过一会儿 他再给我回复啊 我伯海银行的 是这样 就是然后您昨天跟您沟通的这个问题 就这个产品啊 这个产品啊 我想再给您解释一下 它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开放式理财产品 但是它后边就写着 开放日经可申购 就是所以它现在成立了之后 就是 如果说再赎回 的确就是没办法再说 就是马上给您收回 没办法那怎么办 就只能放下理财了 哦不是 然后现在呢 我就是想跟您沟通一下 然后您看这样行吗 如果您对我的这个解释呢 还是不是很认可 那我们就找那个 银监会下属的一个调节公司 然后咱们进行一下调节 您看可以吗 这行已经明确告诉我 钱退不回来 那么就只能走第三方的调节机构了 这不当天晚上 就收到了这么一条短信 这属于民事纠纷 协商解决 如果不满意解决方式 可以仲裁 或者提起民事诉讼 大约又过了几天 收到了一个调节机构的电话 我们这边是接到了 博海银行这边提交了 一个调节申请 所以有一个关于 这个理财赎回的一个问题 这个您是中处吗 银行有跟您提过 是从我想通过 我们做一个调节是吧 您是什么机构啊 我们是北京秉证中心 这处理咱们北京地区 这个行业内的这个调节的 因为银行是给我们提交这个申请了 所以我跟您联系确认一下 您是不是同意 我们这边介入这个调节 可以啊 然后因为马上不是11了吗 那我们11之后 安排调节老师 再进步跟您联系 好吧 行 好嘞 国庆节之后第一天工作日 调节中心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就到了您就准办的一个案子 您和博海银行 北京分行的一个案子 然后是这样 想问一下您 咱们这9的30号 因为9的这边 应该是有人联系过您 我一会儿就会跟银行去沟通 但是得看银行那边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办法 就像您说的 确实它也不一定成功 因为正常您买理财 您也买了很多家 或者说您一直坐过海的 这个它钱退回 因为它如果说已经成立的话 咱走不了赎回 可能系统上就是没法偷做 所以我也得去问一下那边的银行 看他们内部能不能 都问过了 他们说不能赎回 所以我才走到这个途径 定房的这个途径 就是我们这边是北京美中中 今天是这个银行局 指导成立的 但是我们也是一个中立的 就是调解的 如果说您的诉求 您提出来了 然后银行那边的话 也就说不行 那我们就是中间 就是没有什么调解空间了 您放心 我这边肯定会 其实主要去帮您去联系这个银行 看看能有什么其他办法 我一直忘了说了 我这次信访诉求只有两条 一是全额退还我的 所有的理财产品的份额 第二个呢是 如果退还不了的话 为我开具一个书面的证据 做日后的保存 第二天这个调解老师 就给我回复了电话 给我最终的结果了 我也具体的了解 他那边的情况 他这个产品现在已经成立了 他们也想给您数出来 或者说给您把这个钱弄出来 但是无论怎么弄 这个产品现在已经封闭了 肯定是弄不出来了 因为从系统上 而且包括从监管上 因为他这个产品成立了 不可能说 把它打开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属于违规了 这个他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来操作 然后您看您这边还有其他的诉求吗 到目前为止 我的诉求一是无法达成了 还有诉求二 后来银行的某位领导 又给我打了电话 解释了一下 这个秉证这次调节的情况 然后说您这边需要再明确一下去吧 那您是什么时间有时间过来吗 您是 零售主管行长 我就是想问一下 我们这个银行里这钱 现在是不能够退还是吧 对 因为您买的是属于这种封闭式的理财 理财他们一旦成立的话 只有到到期日之后 然后连本带息 才能返回到您的那个活息账户上 那您说这封闭的 它写的是开放式的 那你这写的不可以 我们这是叫定期开放式 然后我们在开放式后面也备注了 就是开放期尽可进行申购操作 这就算是整个信访过程调解的结果 银行明确告诉我 我的钱无法退回 那么可以到银行 开具一个纸质的存款证明 产品说明书和购买理财的记录 从这个购买理财到现在正好两个月时间了 这个问题也就唠了听了 愿赌服输吧 只能是这样 等两年时间 多也不算多少也不算少 有人在评论区说过 第二次你又入坑了 那你真的不值得同情 其实我想还原一下 当时我入坑的过程 正好是离开南方 在山东海洋还是乳山 乳山吧 那块正好捋拍嘛 那几天又是在外边又比较疲倦 又准备了很多的素材要拍摄剪辑 然后呢 我就随手在中午休息时间就买了 也没细看 这怪我自己啊 另外呢 有人说你最近你守着油管视频 你也不看 很多告诉你 大家现在有爆雷的 有怎么样呢 其实我都看过 其实我这个人也不算是一个很笨的人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还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就是仍然有这种投资心态吧 因为我呢 不是说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 那这个放一点 那个放一点 什么都购买 也有购买股票 基金 高风险的 也有这种中低风险的 我这是R2级别的 还有呢 就是低风险的 或者是买成定存的 都有 所以说 做任何事情 其实都有风险啊 那既然我追求了这4%的高收益 那么我就要相应的承担这个风险 只是我 能把这个风险控制在我自己可控的 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就没事吧 那你说5万多 这个钱到底在两年后能不能拿回来 有人说这个银行有问题 他过去出过事 那么我们就用两年的时间 在2024年9月到期之后 我再出一期视频 咱们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把这钱赎回来 对不对 咱们用事实来说话 钱都是身外之物 就我想的很清楚啊 没了钱可以再赚 5万多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对吧 我不是那种掉进前眼的人 我也不是那种完全认死理的人 那么有一些朋友呢 看到我上一期出的这个视频 就幸灾乐祸 或者给了我一些恶毒留言 说我这个赔了钱 他特高兴的屏幕前 其实这也是好事 看看众生相吧 我的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就是一个照妖镜 看一看有多少是在幸灾乐祸 看笑话的这种心态 同时我也会把这些人宅出来 给他那个屏蔽掉 删除掉 对吧 有的人会说我这个人太独断 不听取不同的声音 会把那些骂我的人的声音全部屏蔽掉 我这是在自欺欺人多说一句 我的评论区是我个人的私人领地 就像你在我家里边撒泼打滚 骂我指着我鼻子去对我羞辱 那我还没有权利把你赶走 对不对 自由对于某些人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自由并不等于是你在文革期间 随便可以抄别人家的自由 对不对 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了那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再见了 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为我提供帮助和建议的朋友 虽然小人不少 但是社会里还是好人多